温水清清北京时间10月30日,在刚刚结束的一场CBA常规赛中,辽宁主场以139比122击退被扣锁定两连胜,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辽宁首节一度领先15分情况下, 随后两节遭杰克逊与兰多夫商节引领的北控强势反式,最终仍能有惊无险所胜,亮应实力尽显无虞, 郭艾伦27分5助攻哈德军首攻美线的手,李小旭一记3分,哈德分3加1,反击战郭艾伦3分野中,加之哈德军补兰,辽宁14-5打出梦框开局, 克19比9领先触杰克逊发威,右侧3分后继续梦军中距离,又一立3分,8-0攻击波将比分追至17比19, 关键时刻扬宁和贺天距登场,后者突破中距离,前者强突后再入锅艾伦3分吻室, 而后以领辽宁一波14-5攻击波,将比分定格在40比25领先15分, 可次杰在战备空迎来双万元吉克,而兰多凤与杰克逊手感爆棚,杰克逊变突带罚答杰11分, 兰多凤则展现出全能攻击特制,八投5中包括三立3分中, 他单杰轰下16分抗衡着辽宁队,而哈德分次结状态全无八投几一中, 若此在杰克逊一季三分和两罚中,曾被北控以53-51反超, 关键时刻好在有八色联盟中投亡,这一截他四投四中读取10分, 助辽宁仍保持三分领先优势,杰克逊42分14助攻下半场一边在战, 兰多福的三分曾将比分定格制66平,关键时刻, 哈德森一季恩森不回应,而后辽宁进入郭艾伦与哈德森双枪突进模式, 夹杂志从明晨的三分和巴斯两次起飞,辽宁三级战罢, 哈德森回暖单截九投六中单截16分, 郭艾伦和巴斯联手14分吧, 从明晨终于状态找回忌状态, 五分助力中保障辽宁, 顶住兰多福与杰克逊联手24分反扑, 保持三分领先, 莫结决战, 杰克逊恐怖得分能力在线, 三分, 三分造反归三把, 助长反三分得手, 被控一度以106-105在反超, 关键时刻郭艾伦一记把球线中距离, 反击战突破, 在反归二防一中在将比分反超, 于良第二实力三分在逆袭, 两队进入犬牙交错拉锯战, 险境之中高齐炎一记三分, 哈德森手抛头后再追身三分, 8-0攻击波将比分定格在121-114, 郭艾伦在引一波13分流杀死比赛, 巴斯22分12系, 哈德森在12分700至此定格本场比赛, 被控双杰兰多福和杰克逊哄下72分, 可辽宁还能顶住对手, 一波波凡突, 除哈德森和巴斯能够双外援, 他们还郭艾伦和韩德军本土双合, 最重要一点, 李小旭的13分6篮板, 从明晨和阳明和7分, 6分的贺天举及5分的高师岩, 他们均在关键时刻起到骑兵之效, 进一步佐证辽宁的板凳底蕴, 最有他们营求的保障, 而北控就输在这一点之上。